乃是鬼!经账地杀子断警!头颅放水桶,目目睹崩溃! 图东森新闻! 一名患有精神疾病的耐性男子,在家疑似情绪不稳,突然大喊乃是鬼,我要杀了乃,接住持刀杀害子子,并将他的头颅砍下,放进一旁的水桶内。 赖姆听到女儿的惨叫,发现儿子刺杀女儿,但无力阻止联盟逃出家中,带球员返家后发现女儿已经惨死,情绪瞬间崩溃,颤抖从水桶中将女儿头颅取出,放回断警处,身上衣物也因此被鲜血染红一大片。 据了解,赖姆患有精神疾病,长期复兼在家中,靠母亲与子子养活,昨,二十四,日子子在家中拖的,进浴室戏托巴时,赖姆以死情绪不稳,突然大喊乃是鬼,我要杀了乃,接住冲进厨房拿菜刀,刺入子子胸口。 划出五公分的致命伤,子子挨刀后剑血倒地,赖男继续朝子子脖子猛砍,直到身受分离。 图东森新闻,图翻设自Google Maps。 赖男将砍下的头颅,放入一旁的水桶内,形状相当海人。 根据自由时报报道,赖姆目睹儿子杀害女儿,但无力阻止只能仓皇逃命,带巡的支援返家后,见到女儿已经惨死,悲痛不已将女儿头颅从水桶内取出,放到断警处试图放证。 警方扩报道场时,一度以为赖女只是遭刺杀还有救,连忙通报医护急救,但救护人员感到一摸进动脉,头颅便突然滑动,财经叫赖女早已身受分离。 赖男与无伦次说,我子子很早就死掉了,我看到的是一个没有头的人。 图东森新闻,赖姆这时才崩溃表示,已经不用送医了。 兇贤赖男犯案后待坐在客厅,口中还念念有词,初不了解疑似情绪不稳,才会突然失控持刀攻击,而赖母亲在一旁指控儿子就是杀人凶手。 赖男被带回甄讯,与无伦次向警方说,我子子很早就死掉了,我看到的是一个没有头的人。 所以认为自己并没有杀人,目前依性刑犯赖姓嫌犯逮,将进一步甄讯厘清行凶动机。 去年也曾发生凶杀妹的骇人悲剧,往下看更多新闻。 高雄陵雅区福德三路在2017年5月18日上午9点30分左右,发生一起骇人听闻的砍头命案,52岁女子被54岁的哥哥在住20前当街砍头,行凶原因目前不详, 疑似妹妹硬要出门,两人当场发生口角,结果哥哥一时气愤持刀行凶,妹妹的头颅当场落地溅血,吓得民众尖叫奔逃。 据警方目前初步调查了解,哥哥拿菜刀把妹妹的头硬生生砍下后,当场鲜血喷溅,头颅还滚到人行道上,路人看到吓得惊声尖叫,哥哥行凶后就逃回公寓住处,警方进入找到人后, 她的情绪还算平稳,表示妹妹有精神疾病,她照顾了30多年,但今天妹妹却执意要外出,怎么讲也讲不听,她才一时气愤拿菜刀砍杀妹妹。 最新调查显示,命案现场是该对兄妹附近遗留下来的房子,一楼租人开花店,有固定的收入,经济状况还好,楼上则是兄妹的住处。 痛下杀手的哥哥表示,父母早逝,妹妹是患有身心障碍的迟缓,两人相依为命,原本今天要带她回诊,她却抗拒旧医,甚至强行外出,才会在发生口角冲突后情绪失控,持刀砍杀。 图东森新闻 图东森新闻 命案发生后,附近邻居都非常震惊,有邻居说该对兄妹长期住在花店楼上,不常和周边邻居往来。 而调查发现贝美是高雄市社会局在案的第一类中度障碍者,零有身障生活补助,但从未使用居家服务,也没有申请临时短托服务和通报记录。 至于哥哥被带回申讯后,面对外界询问都不发抑郁。 怂!行刑般砍断头,凶持菜刀当街杀死亲妹。 报道本于目前侦办进度与披露资讯,任何人在依法被判决有罪确定前,均应推定为无罪。